大家好 杨安泽这个事又发酵了 有记者去采访杨安泽 杨安泽正面回应了他之前的言论 认为自己被美国人歧视 那么他从内心对亚裔感到耻辱 那他回应这个事就一句话 我坚守自己的传统 那其实这句话就说了 就是说亚裔有传统和非传统 这件事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亚裔也是分什么 分这个民主党和自由党 所以这下就是把之前 咱国内有些民族主义者 他那个理论说是大东亚共荣 华族 要用华族去统战人家 所以我就说 你从杨安泽直接就回扇了 他们一个嘴巴 他以为自己提出了这个大中亚 大中华 华族 人家就吃他这一套 自己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有大量的人不吃这一套 以自己为中国人为耻 你自己想想这什么话 就是打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脸 啪啪打他们脸 你说这帮民族主义者天天操着自己 我们最懂美国 我不要用美国那套跟美国交流 你说人家杨安泽要选美国总统 至少人家是参加了美国总统的初选 杨安泽懂美国 还是这帮傻逼懂美国 当然是杨安泽懂美国 杨安泽这么懂美国的一个人 他都不承认自己是什么 华裔 以华裔身份为耻 那你说这帮傻逼去统战一个 更懂美国人 还说用美国方式去统战人家 那不傻逼中的战斗机吗 这帮傻逼 所以我现在 我直接就告诉大家 这帮是注定是失败 而且他们的失败 还会带来一些恶果 什么恶果 民族主义泛滥 天天吵吵这个华族 华族 他自己啊 他只能拿汉语跟什么 跟中国的华族天天吵吵 他他为什么不做一个英文频道 美国华族人讲英文呢 是不是日本的华族讲日本呢 他为什么天天拿汉语 天天跟一帮中国人 大陆的中国人讲什么 小五毛天天讲华族 为啥 他为啥不拿英文拿日文 跟日本人 咱也讲华族 统战日本吗 大东亚共同 不行啊 他他妈第一 他外语不行啊 第二呢 他妈的没人听他呢 要揍他都得 所以他自己也害怕啊 他到日本去说 咱们他妈的都大中华主义 你问问日本人削不削他 日本人他妈的一当场就给他 给他斩首都能 哦 华族 大东亚就算华族了 那我他妈的大和民族死啊 他妈的你这种宣传 这个民族主义 最后结果就是副作用 全世界 包括东亚 黄种人都反对你 黄种人最反对的就是什么 什么华族主义 你去越南你敢说这话吗 你问问越南人怎么对你 越南人反的就是什么 大中华主义吗 怕你吞并我吗 然后你天天在这提倡什么他妈的 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 华族主义 我操他妈 又大东亚共同 你不把别的国家吓死吗 那 金灾荣教授讲的吗 金灾荣教授前几前几年 讲那个讲座里边不讲过吗 你别把人吓着 天天你他妈天天在这提倡什么 民族主义 中华主义 你把人越南人吓着 我操你他妈的天天要崛起 我操你崛起 你崛起我们呢 那金灾荣教授讲座里讲的 为啥东南亚 还有东亚这个国家 这么对中国这么打压 这么制裁 跟着美国一块 他就是怕你中国崛起以后 我操你崛起了 恢复汉唐盛世 大民族主义 中华 我操人家听完了毛骨悚然的 这这金灾荣原 不是那个金灾荣那个讲座原话吧 自己去搜金灾荣 毛骨悚然的 你他妈崛起呀 大中华 我操 那么我们大和呢 我们大和怎么办 我们越南人怎么办 我东南亚那些民族怎么办 我操毛骨悚然 我操 所以啊 民族跟各个民族交流 是交流 以国家形态交流 人家就不会这么反感你 你他妈天天抄着什么民族主义 天天 连他妈美国的华人 那个要选总统 杨安泽都他妈不屌你 他妈以华人为耻 你他妈还在这天天抄着这个 简直是丢中国人脸嘛 到时候他妈不光是美国人嘲笑你 反感你 反感你中国 最后他妈的连东南亚那帮玩都他妈反对你 国家形态就跟人交流啊 国家形态就不包括华族了 那大和民族也可以加入我们中国呀 大和民族为啥不能加入中国 加入中国国籍 你就成为中国人了 是不是 国家形态吗 那我国家形态就是一个非常中立性的一个因素 不是民族了 不是 只要不是民族主义 人家稍微还能接受一些 所以也强调民族主义最后 他自己什么基本也搞不成 只能他妈给中国这帮说汉语的洗脑 洗脑完以后呢 把这种民族主义 华族主义搞得他妈全世界民怨沸腾 都他妈提防着中国 中国要搞民族主义了啊 小心点 那他妈中国发展个机架了发展 什么他妈也发展不了啊 我他妈就奇了怪了 操他妈的 这种他妈傻逼 还他妈在中国互联网 天天逼逼逼 天天忽悠一帮小孩在那 然后他妈的还拿汉语 他他妈从来也不去英语 去他妈统战美国那帮华人 美国华人谁他妈能听懂汉语啊 竟他妈的拿汉语在这 瞎糊弄得帮他妈说 说说中文的这帮小五毛 什么他妈目的啊 他妈的一对台湾的 台湾鸡毛毛没用 他他什么他妈用啊 合同 合同天天操操 不能把同意杀 跟台湾打 不同意杀 那你倒拿出点方案呢 台湾怎么他妈口罩都不给你啊 你不跟人他妈心连心吗 怎么他妈到现在 人家不跟你心连心 那你是不是失败者 loser啊 自己鸡毛本是没有 完了他妈骂五毛 是不是 骂你他妈战狼 骂可牛逼了 共产党也不敢骂 超自己他妈中立客观 客观鸡吧 操你妈 你中立个鸡吧 共产党你敢骂吗你 操你妈的 拔你毛 操你妈的 赶快摸擦吧 在墙上摸擦吧 臭傻逼 操你妈 成个傻逼样 操你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